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四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公平貿易咖啡能有效扶貧》 由正方保良局賽的有學校對反方香港華人書院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辯論 正方主辯盧之恆同學 第一副辯大子樽同學 第二副辯蘇靖南同學 葉辯何芷晴同學 反方主辯陳沛賢同學 第一副辯許天樂同學 第二副辯譚陽軒同學 葉辯蔡明軒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 家樂澤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馬慧健老師 第二位是聖工會女名財中學辯論隊教練王生忠先生 第三位是本人今晚論獎勞會要導中學 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袁家輝老師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台下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結辯共六個環節 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為4、3、3、4 每位台上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頂提示 時間到會有兩頂提示 過時15秒則會有三頂提示 本人將打斷便緣發言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賽規早前已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辯對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我們想申請用英文 你們現在可以打到討論討論 或者你可以直接說 我們給我們三位評判知識 你現在申報 第一位是Nespresso 第二位是FINE 第三位是Fair Trade International 想問三位另外兩位評判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謝謝 想確認一下人名是可以用英文 可以 根據賽規人可以 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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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如果是機構名是否有額外申報 還是 如果機構本身的英文名是可以不需要申報的 好,謝謝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到 清晰的 好 可以 定 在座各位大家好 近年來咖啡越來越普及 但當我們由研製得這樣享受著這種飲品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人了解過 種一隻咖啡豆不單是粒粒粒粒辛苦 還要是粒粒粒虧錢呢 根據樂師會的報告顯示 以越南為例 在2000年的時候 咖啡漸龍的收入 實際只等於生產成本的六成 真是賣一粒虧一粒 為什麼會這樣? 指引中間人太多 而大企業又要鎖死高利潤 農民根本就沒有異價能力 樂師會的報告顯示 當咖啡買到港元205元一公斤的時候 咖啡龍實得只有0.5% 即是說當大家花了40元去買一杯咖啡的時候 實際上落入農民袋子只得8毫 目前全球咖啡生產國 主要是中南美洲和非洲的法府中國家 身入過低令原本已經極貧困的咖啡龍雪上加上 不單止三餐飩飽都成問題 有病沒有錢看醫生 子女沒有錢上學 在烏光達甚至導致區內的學校倒閉 貧窮的問題蔓延到社區 並惡化成為跨代貧窮 但是那又可以怎樣呢? 農民沒有技術又讀書少 不中田還有什麼生計的選擇? 由80年代開始公平貿易組織介入咖啡農業 國際公平貿易標簽組織會發出公平貿易標簽 確保賺品有一定的質素 組織的特質有三 第一,以農夫進行種植的成本為參考 定下最低價格 第二,設特殊的參與要求和合作社模式 第三,設立以推動地區發展為終止的社區發展基金 所以,今天雙方要討論公平貿易咖啡是否有效部分 就看以上三種特質 究竟能否改善咖啡少龍的貧窮處境 惡化支持辯題,原因有三 第一,最低定價有效增加小龍的收入和資產 成效是顯著的 多士頓大學研究發現 在墨西哥小龍加入公平貿易咖啡之後 每個月可以多賺150美金 相當於1200港元 更何況,根據當地的傳媒報道 2015年墨西哥的低收入家庭 要入市有160美元 小龍在加入公平貿易咖啡之後 收入幾乎翻一倍 銀包就豐滿了,生活條件也都隨之改善 小龍有積蓄就可以購買種植工具提升生產力 有效扶貧就是這個意思了 第二,合作社有助農民充權 參加條款釋放社區勞動力 團結就是力量 昔日,咖啡小龍勢股力弱 咖啡商一再押價 他們都無力還價 合作社的出現,社農民提供了平台 讓他們互相認識,交流資訊 公平貿易咖啡還有專家為他們開班 教他們最新的技術 又邀請他們為貿易措施討論和投票 另外,公平貿易咖啡的宗旨 是禁用同工,鼓勵聘用女工 於是兒童得以翻學 長遠舒緩跨代貧窮 農民更願僱用女性樂田 亦為更多的基層家庭帶來收入來源 第三,社區發展基金改善社區的措施 增勁增力 社區發展基金的措施討論點 是由農民自行選擇投資項目 包括教育、醫療等 整體提升地區的條件 有效改善貧困的環境 在座各位,中國有個成語 叫調勝於如 這個和公平貿易咖啡對扶貧的解讀 亦都如出一切 如果有方作不同意的話 請問有方 你們認為收入翻倍的增長都不會幫到他們嗎? 多謝各位 聖方主編所用時間為3分5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梵方主編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現在 就是追求溜丁 某棉嘴 awal 請式 可以 叮 主席 判主各位,大家好 正如有方所說 公平類提供最低保證價格 以及社區發展金追稻的人 goin 並nun收入 歸一方並不反對價格陰農的收入 比起以前確實有所提升 然而有上升等不等同於扶貧呢? 根據聯合國所指,貧窮牽涉一個多面向的社會狀況 低收入只是其一 產業風險、可持續發展、教育、方理事業問題等等 都是導致貧窮的重要因素 有方認為給多了錢就代表解決到上述問題 然而中間的必然關係有方主辯未有論證 因此有方要論證變題 則證明計劃對於整體咖啡農而言 增加的收入足夠,以及能夠顯著地改善他們的貧窮狀況 基於以上標準,我方反對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計劃受眾極少,無法有效扶貧 公平貿易計劃在90年代推出 自在改善各地咖啡農的生活苦況 然而,根據公平貿易組織數據 現時全球只有3%的咖啡農加入了公平貿易 更深,值得注意的是 根據英國衛報所指 參加了公平貿易的咖啡農有居達八成都是來自中高收入國家 真正貧窮的低收入國家就只佔兩成 而原因正正在於公平貿易的門檻過高 一方面,計劃要求合作者首先支付2000至4000美金的申請費用 另一方面,計劃要求咖啡農去達成大量環保條件 例如用水量限制、農藥限制、減少碳泡、減少污染等等 大大提高了咖啡農的運作成本 將真正貧窮的咖啡農拒之門外 故此,當公平貿易運行了三十幾年 仍然無法幫助那九成七的咖啡農 和最貧窮的咖啡農 那又是那門子的成功和有效呢? 第二,產業本質問題不變 互貧成效成員 公平貿易整個計劃是建基於咖啡行業之上 然而咖啡行業本身則不是一個穩定的行業 原因在於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氣候方面 近年氣候變化問題急速加劇 極端天氣不斷出現 令種植咖啡的土地越來越少 國際期刊《Climate Change》指 本來全球、未來全球 能夠種植咖啡的土地只會不斷減少 去到2050年,土地會減少近一半 甚至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康的研究都指出 最多人種植咖啡的拉丁美洲 能夠種植咖啡的土地會減少八成八 故此即使有最低保證價格 咖啡的產量都只會越來越少 因此建基於咖啡行業的公平貿易同樣不可持續 第二,就是咖啡疾病方面 咖啡受病是最流行的咖啡疾病 並會侵襲咖啡樹導致其減產和死亡 每隔兩三年就會在世界各地爆發 嚴重困擾整個行業 因爲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數據 爆發疫症的國家 咖啡產量均會大跌 薩爾亞多就是在10至11 213至14年間跌了七成產量 而葡萄牙咖啡受病研究中心亦指出 受病平均每年減少全球農民三成半的咖啡產量 是最影響咖啡收成的原因之一 而公平貿易只是透過抬高成交價格 來提高農民收入 因此當受病爆發導致產量下降 連交易都做不到的時候 公平貿易的成效亦會因此而受制 而要有效改善農民收入 有分要論證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受病 否則咖啡農民每隔數年就要面臨受病爆發的極高風險成本 以致部份國家即是參與公平貿易 長遠而仍然虧竊 美國公平貿易組織2017年的研究出 即使是有參與公平貿易的秘魯、哥倫比亞和洪多拉斯的流民 每磅咖啡依然虧一成三 而墨西哥虧三成三 故此即使有公平貿易 一大部分咖啡農仍然在做虧本買賣 所以有方主辯你想解決粒粒街市錢 現在做完公平貿易仍然粒粒街市錢 那是否叫做有效扶貧呢 總括而公平貿易沒有辦法幫助絕大部分咖啡農 又沒有辦法解決產業面臨的問題 故此無法有效改善他們的談判 多謝各位 彭方主片所用時間為4分03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彭方主片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彭方主片會有1分鐘準備 然後有1分鐘時間再回答 提問同學準備一樣 於限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 時間到則會有兩丁提示 叮叮 接著就輪到彭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片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彭方分指第一格依發現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先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大家聽不聽得清楚 清晰 好 叮 不好意思我還沒說可以 對不起不好意思 好來一次 不好意思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 大家好 今天一定是沒有看清楚資料 為何這麼說 因為原來公平貿易咖啡 本質它的定價是怎樣 就是肯定成本價再提高一筆 請問有方說 什麼每磅咖啡 每包咖啡它虧錢的 又是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是不是有方根本上 連公平貿易咖啡如何定價 都不知道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 它一定包不到成本價 我們再看有方說入會費 但我們看到原來平均每一個農民 是每年給3元 但我們看到墨西高每一個農民 一天已經賺到5元了 請問有方同學 這個數字是根據FairTrade International 自己的數字 有方同學你又怎麼解釋這個數字 還是你們根本上今天資料出錯 所以催淋都出錯 多謝各位 反方時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叮 各位 我們下雨 再度下雨 這什麼 下雨 我們下雨 Ding 準備時間結束,有請反方主便回答,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清晰 所以,各位大家好,有方說入完去公平物,就可以賺回入會的成本,而現在農民是窮到連入門口那筆錢都給不到,那用談判入完去賺回來呢 第二,有方說公平物的定價是由成本價來定的,建議參考哪些成本,有方有沒有論證到呢? 例如我方舉個受病等等的例子,有方有沒有考慮到呢? 所以今天公平物組織自己的訴訟,秘魯、哥倫比亞、洪多拉斯和墨西哥做完公平物仍然是淺,有方如何解釋?多謝各位 請廣華的同學將鏡頭調較好位置 然後輪到凡方提問,請凡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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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然而有本主编一个例子一个数据都没有给过 所以看回数据,研究机构Litsus 2015年的数据指 有六成合作者完全没有给过任何钱进去建基建 就算有给过钱的,大部分都只是5万欧罗以下,金额极少 所以结论是,钱根本不是用在社区建设上 所以想问有封的是,是否承认现在的机制 根本没办法确保这笔钱真的拿出来做社区建设 如果不承认,又如何解释上述的数据呢?多谢各位 政方,主辩仪,交易一分钟时间准备,叮! Ding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有请政方主便回答,你有一分钟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茗,示茗,请问听不听到? 清晰的 可以 叮 回答有封的问题,我们看到在2012年的时候,四成八的社区发展基金 已经是投资了在生产设备和基础建设的,有方又叫我提例子,给个例子来 在乌干达肯和塔桑尼亚里面,也有翻身和家建学校,不用打工的小朋友就可以上学 请问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帮助到这个社区的发展呢? 好,再回应有方说,其实这个成本价其实是不包在最低价格里面 但是我方看到,其实这个已经包在我们公平贸易价格已经衡量到它的可持续发展和它需要的工具 再包在成本价格,然后再加在公平贸易价格的总价格 请问有方说,为什么它是包不到呢?谢谢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也有请凡方说话的同学把镜头,前置镜头要放好一点点,因为看不到台面 谢谢 现在有请政方第一副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之后请向镜头示意 市委,市委,市委,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识 可以 定 好,再对各位,大家好 先讲清今天相关的几个分歧 首先,有方在质疑公平贸易帮助的人数太少了 其实有方已经是承耀了 对公平贸易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一个显著的改善 有方都挺好笑 其实今天公平贸易有助扶负 前提当然你要参加一个计划 那些纵援就是帮到全香港一成八的人 难道有方又说我没有申请纵援,他帮不了我 所以不叫扶负吗 更何况公平贸易是位及了第三方的人士 例如农民的家庭社会影响 远远不止人数所反映那么少 再者,有方又质疑公平贸易的成本会比资典更高 显然有方是不了解公平贸易的制度的 农民增加的成本是在设立最低定价的时候 已经计算在内 哪里会有人做涉本生意呢 有方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他真的一直涉本 为什么还会有人加入这样的组织呢 再者,有方也都质疑那些咖啡会病 其实也是过分忧虑的 根据Fair Trade International 和多拉斯的Miriam 咖啡感染业兽病 搞到他的努力护注冬楼 公平贸易帮他引入了新种类的咖啡 令他的血汗有所回报 那不是正正回应了有方的提问吗 有方还在混淆视听 说入会费很贵 但有方请你不要再误导大家 其实每个人的入会费只需要一至三美金 那你是不是连一至三美金都给不起 就算是这样,公平贸易都已经有思考过 他会着情处理 让你可以分期付款 有方同学 入会的门槛实在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那我们开篇已经提出了 公平贸易是令每个农民 每月收入增加1200元 足足升了一倍 难道每月有双倍的收入都叫帮不够吗 资料还显示 有至少14年的时间 咖啡市场的价格是低过最低定价的 有了最低定价 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 农民都可以以一个合理的价钱去卖走 令到他们收入更高更稳定 再者有方也都必须承认公平贸易是可以增加到农民 长的竞争力做到调整于穴的调 公平贸易是可以教育浪民 仲出更高质量的手 还要教他们如何减少土壤侵蚀 適应全球暖化 也不是正正应对了有方得宜的 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吗 公平贸易已经是想得很周到 已经是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有一个教育有一个培训 是帮助他们適应这些不同的问题 可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咖啡炉的收入都会在计划下增加 曾同书境得以舒适 以前农民不适应任务资格 有了公平谋液 农德大学说 现在农民有更多更透明的市场资讯 清楚咖啡的价格 更可以组成工会为自己权益发声 从而有更大的议价能力 和买家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咖啡的农民的家庭 和他们的社区都会得到充满 例如透过条例推动了性别行动 跟着Fair Trade International 艾地马拉、印尼、肯亚等地的国家 女工数量由一成二升至四成 释放女性劳动力 更加更大的收入 多了人赚钱 难道不符合什么 最后想有方澄清立场 今天他们认为公平谋液完全没有帮助 还是只是担心帮助不够 多谢各位 警方主辩所用时间为3分13秒 没有过时 无需求分 接着是反方第一副辩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第十元、十二 你要把镜头放上去 好了 因为看不到 谢谢 是吗? 是吗? 清晰的 清晰的 清晰 可以 叮 因此所谷的受众应该是全部的斗龙 衡量扶贫成效 就应该看它对整体咖啡龙有明显的帮助 今天我方前面说过 现时97个巴士的斗龙是没有受惠 认证费生产过程这些监管 这些不开措施令到最穷的斗龙放而却步 又回乎我说 这种众门帮不了全部人 是不是又叫做补客 我看到他至少一众门帮得成八 他现在公平谋液只帮我3个巴士 今天你也思想一下 今天这种公平谋咖啡 今天帮你的不是众门所帮那帮最收入的人 而是中产及中高产人士 如何去帮那帮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帮口口声声说要扶贫 但是最穷那帮斗龙参加都参加不了 很明显是帮不了他们 而就算跳下去有一帮口中 会获利的3个巴士来看也好 从社区建设和收入增长的两方面 我们看到成效并不显著 我们先看社区建设 今天有一帮主要跟他说 他会有合作社会开班 有发展基金 我主要问你 为什么有5成以上的人 5成是没有给钱给社会服务的 有给也很少 有方说是有4成8是有做的 但我们看到的是 这些钱没有 其实无法论证不到 是全部人都有 是全部都获得 可能只是某些合作社 会把那么多钱进去 而是去到发展基金等等的问题 有方是没有给个例子 有方跟他说 他们是自行选择去做些什么 所以他做了些什么 他有什么成客 有方没有论证过 而我看到的是 有方口中说到他们很狂很大的问题 而没有这些大问题 有方比得那么少资源 成压在哪 有方也是说不到 而第二 我们可以看的是这个收入增长 有方跟我们说 他现在定价是根据成本 有方口中的成本是什么 通胀是成本 是不是通胀是成本 还是其他成本 有方没有计算过 他们现在农药管制的成本 有没有计算过 未来要面对 秀病 面对那些 气候变迁所带来的额外成本 有方又没有论证过 有方说他们是不会做蝕本的生意的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有方口主要跟他们说 现时咖啡豆类大部分都是蝕的 但他们照做 为什么 他们是没有选择 他们不是有选择 他们不是有选择做其他事情 而他们现在可以参加工业贸易 只要他们是蝕得比以前少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一段变题是说 从来都不是有公平贸易好些 还是没有公平贸易好些 讨论的重心应该是公平贸易的成效 是否帮他们扶贫 就算有方口说帮他们多些 是否有扶贫 是否帮他们 是否他们不会再穷 其实有方是交代不了的 而现在我们再来说 墨西哥小龙升了一盘 说他们收入增长了很多 但是这些事情 常见面对 但是这些我看到的是什么 哥伦比亚作为公平贸易最大的出口国 甚至宏都威斯等等 这些名列持贸易出口国 他们农民仍然在亏钱的情况下 可见的是什么 有方口成效不够 而即使上续措施 即使好像有方所有效也好 成效持续性也好低 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 现时八成咖啡 是容易受受病影响品种 哥伦比亚、尼玛等所有的地方 都会面临气候问题 他们未来的产力会受影响 或失神 所以会更加贫穷 有方保障不到他们 怎样叫有效的负贫 多谢各位 返回第一负变所用的时间为3分06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怀隐的同学 要把镜头放在前置镜头 可能要再调置一下 谢谢 接着是正方第二负面的发言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介绍事宜 可以 曾经我每个月欠10万 现在我只欠1万 到底有没有帮到我 到底我会否收入了 会不会多我吃饭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面前有座大山 叫平鸿 曾经人人都在低谷仰望三峰 人人都想上山 就等于今天人人都想脱贫 对反三峰的责任 就是到底公平贸易 会不会成为一条梯 令他们向上走 但有个同学今天就说 他要一步登天 他们跟我们说 要立即有足够的收入 但这个标准是否合理呢 我们看到的是 暂时之间帮我们脱贫 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全球没有一个机构 可以令到所有第三世界的市民 立即是有足够的饭食 有足够的收入 但这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帮到他们 其实这点有很多人都承认的 因为他们其实都说 今天的收入 是不而且多了 多了收入 是不是就是和分最直接的标准 我以前只有三千元 现在有五千元 那是不是多了收入 是不是会好了呢 而同时呢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有关同学 说要帮别人爬上去 说要帮别人爬 但是他们根本上不认识这个制度 不认识这帮人 他们就说这帮人 不是最富 等等先 其实这不是事实 我们看到 公平贸易 咖啡 参加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一定是要一个中低层的农民 以前不是他们所说的 不知美国很有钱的农民 这个不是事实 请有关同学 你不要再困压事情了 我们再看到有关同学今天就质疑人数 但是等等先 人数是不是一个 我们去审视这个计划 有没有效果的标准呢 我们看到 例如说书保春贴 他帮了很多同学生 有机会读书 但是其实他同样 只有八分之三 因此是什么 因此就是说 当一件事的有效性 跟他人数是没有关系 但如果有关系 是这么担心 我可以跟你说的就是 公平贸易 他自己公布文章指出 他过去的25年 他人数是翻了四倍 而他亦都与的未来 是会继续翻倍的 那请问是否就解读到 有关你这个人数的疑难呢 那有关跟我们说瘦病 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瘦病 所以才需要公平贸易 咖啡 现在他们根本上 这帮农民是不懂 怎样去帮他们的农甄 帮他们的咖啡 但是因为有公平贸易 他们就是教他们 如何去改成种植方法 帮他做 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我花副绑绑了 有关不听 我也没办法 好了 有关同学 那我又想赢你了 好像我刚才开门那样绑 西哥月入三 有关同学 那到底是不是 就是说 墨西哥他帮到呢 那好了 我再给你一个数字 原来尼加拉瓜的农民 是每个月赚得到六成三 那六成三 是不是又没用呢 好了 有关同学 你今天又嫌弃坏呢 他只是帮到农民 我来说不是帮到社区 就是你们今天开篇所说的 教育 医疗等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 他的社区发展监 帮到整个社区 例如马拉维是有新路 印尼多的电 然后墨西哥是有风水系统 例如交通 他不是帮到农民 但是我卖鱼也好 我卖鱼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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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社区都是被围及到的 如果再给你教育 公平又有国家 同时在乌丹 但肯定他们又有多学校 不用打工的小朋友 是否可以回復第一次管理好工呢 有班同学联合国 这个是非常之关 有班同学不同意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便所用时间为3分12秒 无过事无需扣分 接着是繁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介事与设议 师妹师妹 可以清晰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风的立场 已经倒退得很厉害 他转面出来跟我们说 有很多农民都很惨 因此公平外逆出来 就是想帮那帮农民 而而去到他以赴位置 已经退到跟我们说 不要紧的 以前蝕5000元 现在蝕3000元 是不是好了 所以见到今天有风 也否认不了 的而且现在全球说 44%的咖啡小农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今天你公平外逆 只是帮到当中的3%农民 还未计算 你那3%农民里面 有些是有钱的农民 不是个个3% 不是3%农民 不是个个农民 都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所以到底你的公平外逆了30小时 究竟帮了多少个国家 其实我帮同学是没有举过 也没有说出任何的数字 所以这点我帮同学立场退了 然后他回到一副问题 他回到二副问题问我 以前蝕5000元 现在蝕3000元 是不是好了 是 没错好了 但是今天变题不是说有公平外逆 衰过没有公平外逆 今天讲公平外逆 是不是有效扶贫 我帮同你讲的就是 简单一个类比 以前我在非洲那里 我再养一个儿童 现在我在非洲我再养三个儿童 那代不代表我在非洲再养儿童 这个东西是有效扶贫呢 不代表 因为即使我再养多了儿童也好 原来我只是在讲的再养三个儿童 但是非洲还在做了一千上万的儿童 在等着被帮 等着被人帮 等着被人再养的时候 这个国民正是例子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个例子 你的方案不够高 无论怎样做得好 你都是帮不了那么多人的时候 你都帮得那么少人的时候 根本对于整件事微不足道 这个固然不是一个有效扶贫的措施 然后看第二个 有方同学就说 公平外逆咖啡是去帮那些中低层的浪漫 而看回英国卫部的数据显示 现时公平外逆咖啡组织里面 有八成是来自中高收入国家 只有两成是来自低收入国家 换言之下 低收入国家是被公平外逆排斥了 他们进不到公平外逆 而故中原因就是 我方一直在强调的那些成本 例如说 咖啡龙一开始要交认证费 然后它也要做很多环保条件 例如水量限制 农药限制 碳排放限制 污染限制 而这些数字 计完出来跟大家讲 原来它是亏多赚 所以也难怪美国公平外逆组织 和康内尔大学的研究指出 秘鲁、哥伦比亚、红都拉斯 甚至乎有方很喜欢讲的墨西哥 原来他们这四个国家的农民 连年都是在亏赚钱 而墨西哥甚至乎每年是在亏68美分 讲的问题就是正正刚刚我方所说 有方他没有计算过这些成本 而今天分布国台说 计算成本是亏的话 想问我方同行 他虽然是赚多了 虽然他的收入是提升了 但是成本一样提升的时候 他做到最后都是在亏赚钱 都不是一个有效负负 我们再看第二件事 有方说建社会基建 但是他只是说 在三个国家里面建了某些学校 但是建了某些学校 到底最后的成效多少呢 有方没有交代过 反而有方由台说 德国基础 全球有六成的贸易组织 是从来没有给过任何钱 去做社会服务 换言之今方堂 只是给了某几个冰山一角的成功例子 跟我们论证 但是他没有宏观地看全球 所以我们看社会服务 方便没有给个例子 其实说到最后 我们审视一个扶贫政策 我们要看的是 他能够帮助那些穷人 而方堂从来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多谢各位 反方第二负便使用时间为3分0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视麦 试麦试麦,听不听到? 正式的 准备好 叮 有方同学今天就答应到 我们其他的证问 就不断地争议我们 这个公平物理咖啡的最低价格减定 但就根据Fair Trade International的指引 他又开始合作社种植收成包装 运输的成本都有计 有方口中的疾病 气候变化成本都一定有包 有方同学又不断重新说 这些合作社的农夫 仍然涉及鲜蛋 有方同学乌干达的这些农民 在加入公平贸易合作社之后 增加了三成收入 减少五成同学机会 来加拉瓜的农民每日每个人 赚多六成三 有方同学 这些农民不是由市转赚吗? 有方同学今天就屢次事实出错 可否重新审视他的论点呢? 多谢大家 范芳现在是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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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泛方派出一位便宜回答,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完事宜 好,可以 評判主席各位,大家好,剛剛有方的台下舉了一份例子,一份料,就是哥廷根大學研究說減少了五成的貧窮機會 然而那份料我方剛好都看過,那份料是完全沒有說過是公平不是咖啡的,純粹是公平不是咖啡,所以我方不明白為什麼可以用,這條片看到 有方一開始也說了,最低價格是用成本來計,有方有很多方面的東西,連我方說的受病都算了 建議實際不是咖啡,實際你就算不准,如果不是有方怎樣解釋公平或者數據都說做出來虧錢呢? 有方要論證的是你理論上算完,實際上算不完,算不准,為什麼都可以論證這個政策是有效呢? 多謝各位 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請辯元開啟鏡頭並示咪 示咪,示咪,請問聽不聽到? 清晰,準備好可向鏡頭,請哥可以? 可以 叮 做著各位大家好,有方一副就和大家用縱緩做類比,那個縱緩幫助到一小部分人就已經算是有效扶發 正如公平貿易幫助到一小部分人就已經算是有效,但有方在這個類比裏面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就是原來縱緩現在是不會設有一個最低門檻才可以參與,也真的不會說你要賺夠多少錢才能夠參與到這個縱緩 但看回公平貿易,原來要加入公平貿易,連農民的種植方式,種植技術,甚至最基本的特定化學肥料都有最低的要求 換句話說,只有有一定經濟水平的農民才能夠負擔這些技術上的成本 所以現時全球只有3%的農民在參與公平貿易,而當中只有2%是一些最低收入的農民 所以現時只有0.6%的農民受到公平貿易幫助 所以有方是否覺得縱緩只幫到0.6%香港人都算是有效扶貧呢? 正方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叮!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宜 是吗?是吗? 清晰 可以 叮 有方同学问我们如果只是帮到0.06% 是不是帮到? 我们看的是处境,所以是 如果这帮人最后的处境是真的有改善到的 本身没什么饭吃 现在有两餐饭饺 那我们就帮到他 我们就帮了这帮平红的人 反正有方同学 如果我现在多餐饭吃 我多件衣服穿 我是不是没有帮到那些同学 是没有效的 有方同学请你回答 而且有方同学由头到尾 就跟我们说不计数多少钱 不计数要钱 但其实多少钱呢? 有方同学,你没有数计过 给我们听 到底是不是有方同学所说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一故已经跟你说了 现在我们看到公平贸易价钱 这个组织 本身它是已经会着情处理 如果你真的没有钱 你想加入的话 他们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有方同学 你到底是不是不知道这个资讯呢? 如果不是 为什么你会认为公平贸易价钱 是一定会逼他们给钱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不是事实更何况的 就是当他们赚到钱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会有两成 叮叮发言时的结束 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法曼 请便员开启镜头 并试咪 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可以 我方开篇说过 吊姓鱼 今天的公平贸易合作社就是为了教农民吊 令他们有科技预防疾病 合作社就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疾病 带来的问题 就是我方刚才提出的Miriam这个例子 当她得到新的咖啡品种 就不再受瘦病的影响 今天有方同学认为公平贸易无法扶贫 是因为咖啡产业的本质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是不是认为扶贫的方法 就是取缔咖啡产业呢? 多谢各位 反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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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判主席 各位浙哥 大家好 今天有方跟我说 只要给新品种距离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的受病是会变异的 例如抗疫抗疫病毒 面世14年就会失效 而现时中美现时如果要改种抗疫病毒 它要三年空窗期 要帮这三年空窗期虧产成分之下 有方怎么帮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的现时中美洲八成正在种这些容易受病毒品种 所以都是帮不到他们的 而有方从来都不是说他要不种咖啡 而有方的措施根本上帮不到他们 其实有方台下带我们纵门的例子 他说得很好笑的 只要有方就叫是的 所以有方其实有方的标准放得极低 我们要衡量一个在养计计划 只要有一个严童被在养 有方口中就叫有效扶贫 非常之不合理 有方说他们成本计计了所有的变数 所以有方是否所有的农民所有参与那三巴士农民所有人都赚钱 请有方向下个辩论论证 多谢各位 反方刚刚刚学国镜头 可能前置镜头要放好他 谢谢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辩议论询问 请辩议论询问 请判言还开并试尿 试钱 我先生要问一下是否是分清楚 清晰根iritual 更 各位大家好 今日国际公共博物组织是说 最低价格设定会考虑一男子因素 当中包括农民成本以及长远利益 建议世界各地斗龙所面对的成本问题 例如瘦病、气候问题或者技术水平 都会完全不同的时候 有一方就全息整份数据 最低价格会完全涵盖所有斗龙的成本 这是一个很无稽的理解 而我方主编所提及的气候影响长远咖啡产力 或者瘦病问题 有一方完全没有考虑过 是否整场讲原来计算隐藏成本来的折救率等等 四间参与公平贸易的合作社都一起涉钱 我方主编所讲的秘鲁、洪都拉斯、墨西哥 甚至公平贸易出产第一大国 哥伦比亚都全部在亏损的时候 如果有方觉得只要有这个最低价格水平 但斗龙就必然会赚钱的时候 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上述数据出现 还是在有方眼中只要他们亏损少了 但斗龙依旧日不夫妻 这个依然是一个有效的股份 多谢各位 正方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成长 成长 能不够 成长 ед长 成长 丁 净净净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府派出一位便宜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续实验 清晰 可以 有关同学,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次 不如你计数给我们看 你不要这样跟我们说 不然我们不知道你的资料哪里 其次我们看不到 到底有关同学,为什么成本这么高 我现在跟你讲了公平贸易本身 但是活着成处理 而且他们本身已经给了社会发展金 去投资回他们的生意 去帮他们做你们的农药 气候变化这些改善 有关同学,到底问题何在呢? 你没有解释过 还有我们看到的,例如尼加拉雅 默西哥这些,他们的收入 有关同学,你从来都没有回应过这个数字 你可不可以下个变形,正面回应 还有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我说的头下已经问了你 你今天去讲气候变化的这些问题 还有收成的这些问题 我想问你,有关同学,你今天是不是反对农业 因为反正农业都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 你认为公平贸易的咖啡是否从来转到 不中咖啡之后是解决了问题的呢? 到底这件事又是不是合理呢? 所以有关同学,其实今天的浪点 如果是基于咖啡供应不稳定的话 我又想问,这个就是中咖啡 请立即停止发言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结编准备时间 双方结编有一分钟作准备,开始计时 叮 开始 建议 这是 开始 这是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结变作总结,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向镜头示意。 咖啡价格提升收入以作扶贫,这类的政策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回望过去历史,在1968至1989年,咖啡出产国和西方国家达成了国际咖啡协议, 采用了配额制,协调每个国家的咖啡供应,以确保咖啡稳定而高的市场价格。背后逻辑再和经平外一样,希望透过提升浓民的收入以达至扶贫。 但看回运行了十几年,主要对象,例如巴西、墨西哥的贫穷农民一直都没有减少,所以历史一早就和大家说,农民贫穷从来都不止是收入问题。 到了全场,大家在座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帮咖啡浓民做得这么辛苦,赚得这么少的时候,但仍然选择去继续做呢? 原来是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权,大家可能咖啡就喝得多,但知不知道瓜地马拉里面的一些浓民没有选公书教学,导致出现儿童劳工的问题。 这些儿童每星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40小时,失去受到政规教育的机会,大了之后没有选择,又要走回种咖啡这条路。 他们的下一代都要在种咖啡的铁楼内挣扎求存,有没有看过这些人呢? 公平卖与国际咖啡协议一样,运行了这么多年,咖啡都仍然这么穷,是因为这个循环牵涉到的不止是金钱,甚至牵纳政治体系,教育机会,社区发展等等。 各位,当面对着一男子的问题的时候,公平卖业给多少少不淺,还怎么解决到问题呢? 有方同学都是给出了三个推他们进铁楼的原因,第一,定义问题。 有方同学说要从最低保证、合价、合作社和社区发展基金可否改善农民生这三个东西去看。 但首先,最低保证价,有方同学说是以成本价作起价,但我方一二辅说是那四个国家都会亏。 刚刚刚的台上答问,有方同学都承认了这些成本价是不包括那三年咖啡售收成, 这些成本价是不存在的问题,气候问题,这些问题。 有方同学说,咖啡售可以透过抗性品种去解决,但问题是, 政府其实一直都在给抗性品种,但什么呢? 成校都是有很多人去,都是有很多咖啡售的情况出现。 第二,合作社,第二,社区发展基金,有方同学说, 只是说了三个国家建了几家学校,有方同学说, 有方同学说是多少人受惠?是否全部穷的人都受惠呢? 有方同学没有认证过,有方同学的义父出来跟我们说, 半餐之前是只有半餐有食,现在有两餐温饱, 这样是不是扶到贫呢? 你今天扶贫不单只是一个,不单只是一个, 就这样看他给了多少钱,给了多少钱他,就是扶到贫, 要看整个大环境,整个区整体而日体。 有方同学,再者就是受众人数方面,我刚才的台下发问都跟你说了, 你只是帮得到0.6%的穷人,那有方同学,你只是帮到这些人, 那其他的穷人是不是不用你呢? 确定究竟,有方同学整场讲公平贸易,可以让咖啡联盟赚多一点点, 但由始至终忽略的是贫穷,从来不单单是一条线, 而是一个由环境而形成的苦放。有方同学整场只是论证, 他给了多少钱,就可以改善到他们的生活。 没错,我们都知道他是多一点钱, 但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做到扶贫呢? 公平贸易咖啡作为一个扶贫的措施,究竟足不足够呢? 我方已经很明显不适合的, 本人真正要做的是解决结构性问题, 公平贸易却对此无补于事,所以辩提理应不成立,多谢各位。 最后由政方主辩总结,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 请向镜头视义点头,并领出可疑。 可以。 叮。 大家好,回应反方的主辩,反方的结辩, 他就说公平贸易只是给多少钱, 公平贸易怎样给多少钱这么简单呢?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咖啡可以喝一口, 立即正常走数? 有没有一种疫苗可以打针,立即贼毒不侵? 有没有一个扶贫计划可以供应一加油, 立即飞黄残达? 答案是,没有。 可惜这个就是友方今天对公平贸易咖啡的态度, 不如就让我用一个个比喻来总结友方的错误。 第一,友方就像吹菊下堆食肥的高层一样, 然后你就说实现了收入它有提升的, 为了这个渔兰达议队听了个新教练, 就立即说为什么不是长长营,长长老街变, 一定是新教练无效提升达议队的水准, 友方就像这个高层一副就说, 我们一定要公平贸易提供的人, 不会再窮, 就等同一个高层说, 这个叫做达议队不会再输, 友方就扶着那么苛刻的态度, 不如友方就会那么苛刻, 就是根本他就不了解浪民本身的处境有多惨, 又赤便赞, 依然又没有便有, 渔兰队又长长输三零便可以打五五波, 那还不算是有效吗? 友方又说, 哎呀, 现在参与的人数太少了, 正如我以我方言故说了, 书簿津贴不只是帮到全港百分之三的人口, 怎么就给他无效, 再加上过去25年, 参加公平贸易的农夫翻了四倍稳步上升, 更何况公平贸易可以围及社区, 所以受害人数是源于参与人数的, 有方这么悲观, 寡知他不同意的变题, 那有方又说了, 那假写本身就是不稳定, 因为有气候变化, 有受病, 有方就好像一个, 他回到补习班, 但就看不清补什么, 又会帮不帮自己同学, 有方说的气候变化, 修病, 这些通通通平贸易都有帮手, 我一副已经说了, 那有方再忽视的是, 收入不足不稳定, 意见不足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农民要面对, 所以公平贸易又可以对症下药的问题, 有方就一定是, 眼大看过农民, 和我说是围保, 但是公平贸易, 他本身的一个组织, 就是令到一些高深入的国家, 譬如说, 美国, 日本根本就是, 不可以参加他的计划, 所以他帮到的, 一定就是一些低深入的国家, 有些农民, 有方今日一定是个面包师傅, 很喜欢扭曲了我们的说话, 有方, 我们二副当时, 和你打个比喻, 唯有蝕五千, 蝕三千, 但其实, 我们只要他一百万, 没有跟你说, 其实他是赚的, 我们看洛威大学, 已经说过, 在尼加拉巴道, 每个农夫是赚到六成三, 墨西高每个农民, 每天赚到五美鱼, 难道这些又不是钱来的吗? 那么, 你们很喜欢说成, 好了, 我们已经确立了, 收入已经增加了, 现在方要打个位置, 只得成本, 那我们二副, 其实已经不敢再提, 我们开篇提了个, 二千元的数据了, 因为被我们一副博助, 那么, 你们去到台下, 就只敢用论述, 这个就提出, 有方, 这个面包师傅, 又是一个小说家, 觉得很动听, 就没有真凭实据, 继续给我们听, 他认证究竟成本增加了多少, 好, 今天我方就看到, 东西模型咖啡, 吊胜于穴的概念, 是有效的, 因为它有三种手段, 可以由三个层面, 有效扶负, 绝对不是剩下的, 增加了它的收入, 第一, 就是设立最低价格, 设立更高更稳定, 舒缓自身的贫穷, 这点呢, 有方在开篇的时候, 已经承认了, 第二, 设立合作社, 令人可以发声, 要禁同工, 鼓励请外工, 舒缓发贷的贫穷, 你讲同管理问题, 反方见面, 又再谈出来, 而这个论点呢, 有方都完全没有承认过的, 证明了, 有方都是同意同工, 是一个问题, 那, 那, 有方同学有欠缓, 又说, 我们, 是否建了一家学校, 那是否全部人都就学? 有方同学, 你不能这么霸道, 这个公平, 因为有咖啡, 就是要全部人都就学的吗? 好了, 第三, 就是设计社区发展金, 起基建, 搞投资, 舒缓社区的朋友, 这个都包在有方, 刚才那个标准里面, 我怕他不够而已, 但是呢, 我们台术方面那时候呢, 都已经说了, 这件事呢, 是有做到的嘛, 叮叮, 多谢各位, 不好意思, 因为呢, 我刚刚在做主席, 所以那个位呢, 就跌了一点点, 那, 政方欠变所用时间呢, 应该是4分10秒, 没有过时, 不需求分的, 是啊, 我自己叮叩了, 是啊, 是啊, 主席丁楼了, 不好意思啊, 比赛告一段落, 现在呢, 我们会等评判呢, 处理分子的问题, 处理分子, 那么呢, 请你, 请双方评判, 如果都处理, 请评判处理好之后呢, 可以在这个check box里, 或者我OK, 让我知道, 那么呢, 都提提评判的, 最佳辩论员呢, 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呢, 请先选出三位表现交界的辩语,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余下一位得10分。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问两位评判 另外两位评判处理好了吗 谢谢 感谢观看 因为有位评判应该是连结网络出现了问题 可能他需要少少时间进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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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等一等 马sir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马sir 你的电话是不是新了 在这里 你可不可以听一听 阿王sir 可以帮我给个评论 因为有些东西想联络一下 好 麻烦 现在我们会进行这个评论环节 现在先请性工会女名才 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王生忠先生 为我们就双方今天表现给一些评论 麻烦王sir 请问不清楚 清楚 谢谢 但今场的比赛 我觉得其实挺好看的 双方的交锋位置都多 并且即时的回应 都是做得准确的 所以我也觉得是挺高水平 那关于这场比赛的内容上 我觉得重点就是扶行的标准 正锋一直都很强调 就是收入都要扶行 而反锋很强调人数 所以双方就处于一个很胶着真诚不下的状态 其实这一刻 我觉得就会比较需要一个公民的标准 去决定究竟怎样为之是成功扶到贫 贫穷其实是有不同的特意 有些是绝对的贫穷 有些是相对的贫穷 假设是相对的贫穷 你可以说其实我都处于一个贫穷的状态 因为我比起大部分的香港人的收入是为之低的 所以我就是一个相对贫穷的人 或者是绝对贫穷的话 就是你连一些基本的生活的需求都没足到 所以今天政方不断强调 就是你们的第一个论点说收入高了 收入翻倍了 很坦白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你说他160美元上升到320美元月入 但是320美元是一个非常之低的一个收入 在我的概念上 如果我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 我绝对就会觉得不够了 那究竟320美元 对那些你们提过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名字 像墨西哥、地马拉、红都拉斯等等 那些地方的农夫来说是有多大的帮助呢 那我是很想知道的 就是他的那个收入的增长 你可以说他翻倍当然可以了 那你一元美金一个月 一元美金一元美金二元美金 你也是收入翻倍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满足到他生活的那个需求呢 是不是真的脱离这个绝对的货困呢 那这个就是我会比较关注的 其实我对于政方的那个主线来说 我觉得你们的第二点还是第三点 我会更加觉得是你们的主席的重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坦白说这个计划 他做了你们说八零年开始 到现在都二二年了 都四十多年的时间 那如果他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其实一个这么长的时间 是足以给那些你们所说的教育基建 这些长远的果效彰显到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你一个小朋友受到教育了 他有选择其他职业的机会 他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又或者一些女性 他本身就是束缚了他的家庭 但是他现在释放了他的农独力了 其实这些的改善 比起你就这样告诉我 他月入由百多元变成三百元 是大很多的对于我来说 因为长远而言 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下代 他的那个生活的水平 就是可以稳定地得到改善 如果他是不会再被束缚住在一个家庭上 他是一个女性 又或者他是一个小朋友 他不再需要一出生 没多久他就要帮家人做事了 他有机会去读书 他有机会去见识这个世界 但是有机会去选择其人家的职业的时候 所以对我来说 你们的第二和第三个论点 在扶贫方面的作用 其实是更加长远更加可持续 还有更加有机会达到最终令到他们脱平的那个状态 而反方的主线 就是主要是 主要就是 第一就是说大环境 那你们说了很多气候的疾病的那些有问题的 那其实有部分的疾病的问题 正方都有尝试去提出一些解答 就是譬如你说过说 咖啡那他有某种病的 那他就会死的那些食物 那他们那些农夫呢 如果一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欠收 那他们就会试很多钱 那正方都尝试给出一些解答 就是譬如他说 我们的组织会给一些新品种的咖啡来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觉得你部分提出来的那些问题 其实是可以被解决的 那部分呢 就是你说到气候的问题 有些土药已经不再适合去种这个咖啡 那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呢 我是挺大的一个议问的 就是你那个农夫他都不存在了 他都不再能够种植咖啡了 那他都一定是参与不了这个公民贸易咖啡的那个计划的了 那你还期望这个计划是可以帮到他们 就是究竟这个计划要帮到多少的受众 你觉得是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呢 因为你们今天那个我想是一个策略啦 你们都会不断去增加政方的论政责任 就是说你要帮到某些人 你要帮到某些人 但是那些人你帮不到呢 你就是没有负败的 那但是他连咖啡也做不到 他已经不再… 即是他未来即将不是一个咖啡籠的 那他都还要受惠于你的计划 那实际上是太困难了 那所以我也是回到刚才那个标准的问题 反方究竟有没有定立一个公民一点的标准 是不会这么偏光自己的 令到大家是信服的 是觉得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是公民呢 如果他要帮到全个国家的人 或者所有的贫穷的咖啡籠的话 是不是单靠一个计划就可以做到呢 这些呢 都是如果你们对对方要求太高的时候 便会生出来的疑问 我相信 那另外一个呢 你们提出来的观点呢 就是那个成本很高的 入会费很高 一些减排的措施 又或者一些门槛呢 会令到那个咖啡籠的成本呢 是大幅提升的 那所以呢 他们到现在都是在亏钱 那其实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挺合理的 因为他正风很强调啦 其实呢 参与的人数呢 已经是升了四倍了 但是升了四倍 都是只有百分之三的 那所以 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质量 就是为什么 已经搞了几十年的一个计划 看似这么有利处的计划 为什么这么少人参加呢 那我想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都会很好奇的 那原来就是一个这么多的门槛 这么困难的就是任会的资格啦 那但是这个的门槛啦 你们说的那些的成本啦 我很同意政方所说的 其实真的要计算数啦 究竟那些的成本是 就是为那些的农民 带来几大的困扰啦 譬如 就是他说的那个日会 已经是可以分期付款啦 那是不是他分期付款之后 每一期 对于他来说 生活是很困苦的 是很难负担得到的啦 又或者是 你说的那些减排的措施 他实际上那个农夫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听了很久一些减排的措施 减污染的措施啊 又或者一些农药啊 那实际上令到他的那个成本提升了多少呢 譬如他不可以用化学肥料 那他用另外一种肥料 两者之间那个的价钱是相多远呢 那我想呢 一些都是 是的 你真的要计算数出来 他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他是会蚀钱 虽然你最终呢 你们今天的处理方法就是 我最终给你一条数 他就是每个月蚀多少钱呢 他就是 就是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蚀钱的措施 那对方也都 其实我相信啦 他之后都承认了啦 其实是在后场的位置 其实是蚀钱 不过是蚀少了 那么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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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刚才那样讲啦 这个计划是一只 on going 就是 你不可以说这一刻就是终点 那他蚀少了啦 那他未来就有他的基建 他的教育啦 又或者他有一些劳动力释放他出来 其实长远来讲 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改善的 纵使他以往是蚀钱 他现在是少了钱 虽然都还是蚀钱 但是 我们是可以预见到一个将来 他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透过这个计划 那所以我会认为 你要计算那条数给我听 是 为什么他在这个计划之中是注定的不夫之 他的情况是不会得到来线的 这个所谓持续的计划呢 其实只会令到他一直是困于一个不断吃钱的状态 这样会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论述 谢谢各位 谢谢王新忠先生 接着来我们有请家乐萨书院中文辩论队 负责老师马慧健老师 为我们给一些评论 我们有请马上 谢谢 谢谢双方的辩论队 都有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个我想都是一个我教通商 所以都经常听 关于公平内的事情都要教 我想大家都给了很多更多 一些不同的资料 数据和论述去说 究竟公平贸易 特别在这个咖啡方面 其实是否有客户负贫 我都很欣赏双方的准备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去看 我觉得都很拉脚 或者最终我分子的分岔有势 就是那个情况 我觉得双方都很好在自己的立场 那里去说只好论述 rather than 真的不能够跳入对方 可以很清晰地拆解到对方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那个分数 也未必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分数 我想简单说几点 第一就是我觉得 那个资料运用 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案例 我想双方都会运用一些自己 配合自己的数据资料 但我觉得 怎样能够让那个资料更加具有说服力 我想真的要说得多些 譬如某个地方 能够有效去做到扶贫 那究竟其实背后 跟公平贸易的机制本身有什么相关性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个别不同的案例 我不是只想听到某一个数据 又是想说 这个情况 为什么是跟公平贸易的某些 一些不同的制度本身是有关 可以连贯地推论 其实跟公平贸易是有联系的 相反一样 为什么公平贸易是没有了 我也不是说一个很实际的数字 可能要说多些背后的一个机制 怎样帮不到 我相对来说 有一阵时在数据上 可能就未必很联合得到 跟公平贸易的机制 第二个我想去说的就是一些立场的东西 譬如正方来说 很强调 听到光导一些就帮 我想最后给别人的感觉 我相信 都预认了对方是会这样挑战的 整体上来说 有些地方是真的帮不到的 可能最终你都会预认 某些程度上 这个是你们立场的时候 去到后场 我想很清晰地交代 这个是你的情况 会不会在预备整个论述里面的时候 可能说多些个别个案 例如某些地方的一些农民 怎样是因为这个制度得到改善呢 你就不是很整体讲一个很普通的图 你说得具体一点 在那个社区里面 怎样能够因为这个机制 能够得到一个改变 当然你说一个个别 真是帮到就帮的情况 我想你讲一些较细细 仔细一些 关于社区的一些情景表述 我觉得会相对 会帮助评判 真的 这个是一个很具体 就算是一个个别的个案 帮到的也好 其实是一个很具体实际的帮助 可能这个可能会是 真的运用一些的 知道的时候 就不只是一些数据 而是可能一些个案的描述 多一些会更好 我觉得 刚才在想起都很强调 就是说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帮助 就是一个短期能够见到的效果 但我都会问 我都会问一个问题 正如刚才也有提及到 其实这个计划已经找了很多年了 其实会有一些 可能是每个社区都帮到 或者可能是某些社区的帮助 很明显 是不是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 能够说到这个社区是怎样好 因为譬如 设计了计划 已经5年或者10年 是怎样一个很长期来说 能够帮到那个社区有改善呢 这样 可能我觉得倾向都是 比较 比较 可能在这一刻 可能帮到多少 但其实如果从一个中面来说 长期来说 其实是怎样的发展 我觉得可以去 对正方 可能你说 一些个别个人可以多说一些 我觉得 另外 反方 我觉得 我都会有 一开始 我听主线的时候 都有 正方到后期的质疑 问 其实究竟你们对于 咖啡宫廷贸易的取态 其实是怎样呢 我觉得好像都有一点 去到最后 后场 你们都未必很清晰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 去到最后 你觉得 咖啡宫廷究竟 是我一样 我觉得仍然是好的 或者 咖啡贸易本身的东西 或者咖啡农 我做一个农家工作 去能够去维生 是一件好正宝的事情 当然 是正方到后场 会问得多些 但我去听 其实我都会觉得问题 当你说到很多的天气问题 很多的不同的情景 其实令到收入不稳定 我觉得 感觉上 好像总是在否定 作为农业 作为一个 经济重要部分 这件事 所以我会去 都想听多一点 你们的说法 但我去后场 例如有一些便位 或者一些位置 去答问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 都不是的 其实都仍然是重要的 就是农业 但去到结变 你就会觉得 其实是一个结构问题 那样东西 其实好像 我感觉上 他们不能选择 他们逼着要去耕田 那样东西 我觉得好像 在整体的立场上 有些地方都在到后场 都未必很厘清 那些地方 我觉得 都会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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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预认了 一些立场问题 可能都 课施到的话 可能会多一点 准备 我觉得会好一点 那我有一点 提议 谢谢你 谢谢马先生 那最后 我给一点点评议 首先 跟蔡佳友的学校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 主席 再加评判 再加计事 其实真的有些困难 真的可抱歉 都希望另外两位评判 对碰 而其实 如果想再赢 或者拿到 评判的那一票 我觉得 关键是 谁能够更加有效 说服评判你的数据 是比较可信 或者谁能够 举出的例子 是你的例子 是比对方可信 因为其实 作为评判 我今天这场比赛 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不过首先 我利息申报 我这场比赛 是没有参与我自己 学校的主线设立 所以我根本上 是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所以我有一片空白 我会问的问题就是 今天 蔡介佑 政方那边 你威纳了很多 你有很多 不同国家的例子 其实反方 华人也有的 就是说话也有的 但是作为评判 我是给不到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们双方各自 站在自己的例子 和数据上面 但是你又不能够 告诉我 你的例子 还是你的数据上面 谁能够更可靠 所以双方花了很多的时间 就是去争拗 究竟我有我的例子 你有你的数据 但是作为评评 我可以怎样比分呢 问题就是在于两点 第一 究竟在你的立场的世界里面 什么叫有效扶贫 其实在你的世界里面 什么叫有效扶贫 正方你的有效扶贫 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有三个巴仙 就算都叫做参加到 其实都叫做有效呢 他说 不是本身他没有衣服 到他有衣服 是不是叫做有效扶贫 如果是这样 那个标准会不会太低呢 但是反过来 反方你的有效扶贫 的标准又会不会太高呢 就是你要他解释到 其实不是的 我们要解决一些气候 坏斗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标准又太高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在双方的比赛里面 你们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标准 告诉我 究竟 哪一个对方的标准不合理 其实是有触碰过 但是 你告诉我对方不合理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个标准是合理呢 其实于我而言 我觉得双方一个就是标准太低 一个就是标准太高 那作为评判 又是很难被分了 那反而呢 我会觉得呢 其实我很同意 刚才之前那两位评判所说的就是 其实正方你 你最大的那两个轮点 应该是后面那两个轮点 就是 你要告诉我 不是建了多少间学校 建了多少间学校 到最后 你告诉我 就是建了学校之后 究竟如何帮他们脱贫 就是 那个影响 不是和我说究竟 有哪个国家 能够他有效可以 多了多少斗 成本可以赚到多少 而是你告诉我 究竟他赚多了些钱之后 他的生活如何改善 如果当大家只是 focus在哪个例子 或者哪个数据上面 更加可行的时候 其实说服力就只是 例子和数据上的对付 你没有进一步再推心的时候 很难让评判再进一步 去和你讨论究竟那是否全盘 你们只是将这些例子不断地说 反方的情况就是 你举到一个世界很大 有很多问题 你会问的就是 有很多原因导致贫穷 但是公平贸易咖啡 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会问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举个比喻 如果我举个例子 不要说我了 有个病人 他有疾病 他要吃三种药 才能够可以 医治到病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其中一种 他有其中一种药 能不能够有效帮他医治病 好了 你说不是 其实要靠另外两种药 但是问题是 他要医治这种病的情况之下 他都需要这种药 我们不能够说他不能够 是因为其实他是其中一种 那你就要告诉我 如果这个立场之下 你就要告诉我 为什么另外那些更加重要 因为你也有论证责任 如果你要提出 就说有一男子的因素 不过这个不是最主要 而是不能够解决 那你告诉我 有其他问题 那那些问题是怎样导致呢 我觉得这个责任 你们需要论证 但是这场比赛里面 有的 很灵散 所以变成了 在场比赛上 老实说 真的很难给予分 难给予分的原因是哪里 是因为双方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在回应上面 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未必能够说服到评判 所以很关键 可能是一些很细微的环节 就是在你的回应上面 一两个位置 谁更加对罪得到 我都能够说的就是 可能两位评判未必知道 这场是月A组的榜首大战 赛鸡友和港环是排第一排第二名 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那希望无论这个赛局是怎样 大家都继续努力 这样 这场的比数和分数是极小的 我能够说的是 可以回去和教练再研究一下 因为我也不说太多 因为今天迟了 开始 那我也不想影响下一场比赛 那我就接着下来 就公布比赛的结果 那首先为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的奖项 这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是 正方第二副辩的同学 正方第二副辩是 蘇靖南同学 接着下来 我们会公布今场的结果 今天的辩题是 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由正方保良局赛界有学校 对反方香港华人书院 正方得票为一票 反方得票为两票 比赛结果为一比二 由反方胜出 恭喜 今天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